來 我們進入二之二 二之二 來 請葉宜晶委員 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黨團代表 其實二之一就像管閉委員所講的 我們在廣電三法裡面其實也努力了很久 但是我們發現其實時代的演變 快速到恐怕也不是只有廣電三法可以來規範的 現在威脅最大的是所謂的網際網路的攻擊 那這個網際網路的攻擊已經不是理論了 而是實際發生的事情 在2015的時候呢 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攻擊造成的所謂的烏克蘭的大停電 開始到了2017年 這個新型的這種軟體叫Nepetia的造成呢 不是它一樣是俄羅斯發動的 可是它不只針對 它還是針對烏克蘭 但是它在我初步的判斷是2015的成功以後 它再精進到2017呢 它針對這個烏克蘭就不是只有電力公司 還有醫院還有機場甚至銀行零售ATM等等 甚至也針對美國或其他國家發動 這個發動裡面呢包括了航運 航運到不是只有海上空中 連路上因為新型的物流呢 是大車隊的概念 就整個在美國的大車隊就癱瘓掉了 然後這個製藥廠 食品公司 建築公司 通通躺著就中槍 這個影響真的不是普通的 從經濟層面到國安層面 實在是非常的嚴重 我們現在聽來剛剛說的這些案例呢 好像是遠在天邊 那事實上在台灣一樣 每天都在發生 也就是說根據我們台灣的政府部門 我們還只處理了調查的政府部門 每個月請注意是每個月不是每年 每個月有高達上億次對台灣政府機關的探測 而這裡面每個月至少兩千萬到四千萬次 是來自中國的攻擊 幸好台灣的資安做的還算不錯 成功的案例一年大概只有三百六十幾件 也就是差不多一天成功一件 而且到目前為止是比較輕微的資安事件 沒有發生像俄羅斯攻擊烏克蘭那麼重大嚴重的危害 但是我們也發現從去年的下半年開始 我們發現台灣政府部門被攻擊的次數減少了 不要高興被攻擊的次數減少 但是成功率增加了 也就是說其實這些網路網際網路的攻擊呢 已經越來越精準 這讓我們非常的憂慮 所以本席才會提出說我們二之二 就是其實國家的安全 國家的主權呢 除了領土領空領海以外 我認為在這個世紀啊 網際領域的主權觀念跟資通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呢完全沒有牽涉到言論自由 何況剛才大家也說了 涉及國家安全就沒有所謂的言論自由 我們主要針對的二之二是針對駭客 簡單說明白說就是針對駭客 那除了這個針對它以外呢 其實我們這裡面並沒有詳細的規範它的範圍 有很多人會說這個IP根本都散播在全世界各個角落 你沒有辦法去執行 但是我認為還是有必要有這個法源根據 讓它至少伺服器在我們的範圍裡面的呢 要讓各機關政府機關特別是國安機關 有法源根據可以去做阻止或者是各種的應對的這個法源根據 所以請大家支持二之二 至於我看到的這個院長的協商版本的文字修正 我也可以接受 但是這裡面恐怕我比較期待的是建立網際網路的這個 這個國家的另一個新的領域的空間主權的概念 是我比較期待的 因為這文字修正以後 當然可以確保這個剛才我說的這些概念 讓他們有法源根據 但是我的條文呢是有國家主權概念在裡面的 所以也請各位是不是可以再思考一下支持我的版本 謝謝 好來請柯委員 然後再請黃委員 針對第二條事實上很單純 那我們引發了幾個問題 我們再把很簡單給我講清楚 這國家安全當然是 這個國安會非常在意這個法案 那我們現在有資安管理法等等 但是呢國家安全的 包括剛才也已經講到是國家主權嘛 那我們這裡也是 集中在國家安全 因為是國安法 那國安安全當然不是只有私語空間 當然包括網路空間 這個法 這單純很一句話就講清楚 就是讓國家取得自衛權的法源 我想這個是就是如此 那我希望說我們就把 就照在民進黨的提案 就照在民進黨的版本 就是國家安全 集於實體空間 就是網際空間 好的 這樣的來很單純的把它律法 請黃委員 好再請五位 第一個是針對第二條之二 要集於網路空間 實體空間 這沒有問題 這我們支持 那我的問題啊 可能只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說 國家安全法 現在總共有十條 那老實講 因為這是比較久以前的產物 所以規範的相對比較粗 粗露一點 那沒有關係 過去粗露我們現在慢慢 一個一個一個把它補齊 但是我有一個技術層面的問題 跟一個實體效力的問題 技術層面的問題是 所謂中華民國領域內 網際空間 中華民國領域內 網際空間這幾個字 請問要怎麼解釋 因為我看到資安處的人 好像有來嘛 是不是等一下跟稍微跟大家 什麼叫中華民域內的網路空間 譬如說啦 我的伺服器 然後放在 放在北京 放在阿富汗巴基斯坦 那印度的某個小島等等 我伺服器放在那邊 然後每天呢 在那邊用網軍 發動要攻擊台灣 那 網際網路的這個concept 是沒有物理概念的 那沒有一個物理概念的是 我老實講 是在全球的任何一個地方上網 台灣的Internet使用者都接受得到 我在北極上網 我在北極發 我在台灣也收得到 在南極 如果發得出去啦 台灣也收得到 那什麼是中華民國的網際網路空間 這個是第一個 這是概念上的問題 第二個事情是實際效果上的問題 就是說 實際效果上的問題 感覺起來好像 在宣誓 因為宣誓完了以後 都假設啦 都包括 那我會關心的問題是 啊 然後呢 就是侵犯了這個空間 或者是做了什麼樣 因為 跟後面的法條啊 那個 葉委員 我不是反對您的條文啦 我的意思是 即使按照這樣過啦 我知道 我剛剛有說啦 我們就 我都會同意啦 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 呃 第一個是法條上面的 概念上面的文字 跟它的concept 因為到時候我們 全國法規電子資料庫會把 我們的法律都會轉成英文啊 那台灣因為法制的進步啊 台灣的法律也成為 會各國研究的對象 因為大家會 講說 欸那你這個是什麼concept 就是真的到時候來問我 我都不知道要怎麼回答 那第二個是說 因為在我們的國安法裡面喔 沒有執行機關 也沒有就是說 除了針對在第四條 針對運輸工具 然後針對第五條 然後再有關於海防軍事設施 它有一些特別的規定嘛 那所以 某一個行政機關就可以去介入 實施檢查 實施如何如何 那我們增設第二條 之二的部分喔 就是說 那就網際網路的部分 是不是我們有相同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也要讓你們可以實施檢查 如果有人亂搞的話 我們國安局啦 或者是行政院那邊相關的資通 或者是我們要成立的什麼電網軍 我們可以進去檢查 可以進去做什麼事情 如果 有這個意圖的話 我強烈的建議 就是說 行政機關 針對接下來執行 你們可以幹嘛幹嘛這件事情喔 是不是 配合著葉委員的提案 再多寫個第二項 再多寫個第二項 類似於什麼針對海防設施啦 運輸工具啦 你們到底想幹嘛 直接把它寫在第二項裡 再多一點點東西 這樣我會感覺這個條文 會比較有牙齒一點 吳智洋委員 等一下 吳智洋委員 吳智洋委員 再王定宇 再葉宜金委員 好 這個問題喔 我想如果是 要保護屬於我們的網路空間 避免遭受國外的這個 駭客 來攻擊的話 我是蠻贊成這個想法 只是在用字上面 真的有一點 不是很精確 因為這個 什麼叫中華民國領域內 網際空間 網際空間 怎麼分領域內跟領域外 然後還有就是說 集齊實體空間 齊是指什麼 那個網路的實體空間 還是指什麼 什麼東西 我在想像中 因為你 你如果要管這一塊的話 你最後這些訊息也好 它一定會被某一個 某一個設備啦 所接收到 你光是在空中這種Wi-Fi 這樣弄來弄去的那個 沒有被任何 實體的設備所接收到的時候 你要管這個東西嗎 那你講的所謂網路空間 應該是指是空中這個東西嗎 還是什麼 因為你 我們前面 在2-1裡面有講到 散播這種影像消息 物品或電磁紀錄 其實你講的那些東西 其實可能就是用這些形式啊 所以 這一條 這個定義上面 我們不是很清楚 還有就是說 感覺上 我剛才也跟國常委員有點感覺 這好像只是一個宣誓 宣誓性的 那到底要怎麼 處理的部分是 按照是不是有其他的法 比如說刑法裡面有一些 關於破壞電腦網路的一些罪 還有就是所謂 資安的法律裡面 是不是有相關 已經有了 那這裡的意義 是不是只是說 宣誓一下說 我們國家安全要給予這個 就這樣子而已 還是說 在這裡有沒有特別要處理 跟國家安全有關的 這個所謂 這個網際空間 有什麼要特別要去加重 或是怎麼樣嗎 這我兩個問題 好等一下我們請 資安處再回應一下 那個王委員 好謝謝院長 基本上這個條文我沒有意見 就算它是一個宣誓性的 也無害了 但是我們這裡要提出幾個部分 就是說 所謂的 我國 中華民國的領域內的網際空間 怎麼去Define 怎麼去界定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在國家安全不會局限於境內 比方說實體國境 它的IP位置是在別人的國家 但它是那個農場 它是一個謠言的製造中心 或者甚至於恐嚇很多都從境外過來 然後受害的是在我們國內 我們行事警察局還是要辦 那第二個部分 所以我們是在境外代理人的制度上 就要去處理這一塊 然後當然美國那個太軟 我們要加一些罰則 那事實上 現在不管是VPN 浮動IP 或者境外伺服器 我們把它轉換一個概念就是 類似剛才志陽兄講的 境外它還有一個產 它有一個output 一個產生的單位 它是實體 它在哪一國 就符合我們現行各國法治的 它的國境在哪裡 第二個它有一個平台 中轉的地方 經過哪裡 中轉 比方說很多 中共的網軍 是以台灣做平台 轉攻美國的 我們甚至於被當做平台都不知道 它只是經過一個點而已 第三個叫接收端 誰接收 最後的那個接收端 所以會根據它每一段 在哪一個位置 決定它法律適用的範圍 或相關的 我們現在現況大概是這樣處理 所以我是建議說 二之二它是一個宣誓說 我們在國安的部分 不要忽略到我們國家的領域內的網際空間 但我相信這一條寫出來之後 可能在解釋所有的我國的網路空間 那個define可能要花點時間講一下 那至於境外的部分 我們在國安法其他相關的規定 我們在國家機密保護法 或我們將來的所謂的境外代理人制度上 那個還是要處理 不是境外就不歸我們管了 境外危害我國當然還是要我們 我們還是要去處理 以上 我們希望相關議員單位把它說明清楚 來 請A委員 好 謝謝各位的指教 事實上 我在修這一條 一開始真的就是只有宣誓性的意義 因為這個是一個趨勢 而且是一個正在發生快速進展的一個趨勢 那我們不能不面對不能不因應 所以才會修這一條 當然如果國安單位能夠在快速的把這個規範弄在第二項裡面 那當然是更更好 我們樂觀其成啦 但是就算不行的話 有這個法源根據就可以push他們去趕快給他建立起來 無論是剛才洪國昌委員或者王定委員 各位吳智陽委員所要求的這些東西呢 都是我們必須要馬上去面對的一個狀況 國安單位應該要立即用跨部會的討論 趕快把它建立完整起來 否則的話 不要等到我們真的受害了以後才這樣手忙腳亂 我再提醒一次真的 一個差 一個駭客的城市癱瘓的範圍真的是你沒有辦法想像的啦 我剛剛說的那個一個車隊裡面最小的一部分就3000輛的航運貨櫃車 3000輛 美國一個大車隊就3000輛 這個過了就是讓你們有一個法源根據趕快把它完整建立起來 謝謝 好請理委員 我來補充一下 我的疑問跟剛剛幾位委員是差不多 就是中華民國領域內的網際空間及其實體空間的真正定義在哪裡 不管它是屬於宣誓性或是授權性或是交付權責 如果我們自己的國安單位包括其他的國防部或是情治系統沒有辦法處理這一塊的話 定了太多都沒有用 定了太多都沒有用 我知道我們的總統在開始的時候 在當選的時候有宣誓第四軍 結果我們第四軍總到現在的發展其實還沒有達到一個真正能夠抵禦外務的部分 才會說我們有些關鍵的這個部分被攻擊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有沒有可能把它在完善的修正 就是國家安全的維護應急於維護中華民國國家主權領域內的網際空間及其實體空間 那這樣的意思就是表示說 不是只有我們的實體上面的領土跟領海 還包括在我們在天上這個網際網路 不管它是跳板也好 或是從其他的這些相關的科技領域裡面可能會比較好 那所以這樣子才不會覺得說這一條寫了大家都同意 但是好像在定義上面大家都覺得怪怪的這樣 謝謝李委員 現在請來同位 葉宜金委員 我是很肯定他提出這個 但是我覺得他說這個只是一個宣誓性 我是很遺憾 我手上有一份資料 葉宜委員你可能忘記了 六年前同一天 一百零二年的六月十九號同一天 你有舉行一個記者招待會 那時候你就講 如果沒有定義清楚的這樣的一個國安法的條例 會擴大行政權 造成國家行政權行政機器官的這個無限擴大 那這樣子的危害反而危害了人民的這些自由 我是覺得如果你要定我也贊成 但是你要把它define清楚 而不是說像現在有物質宣誓性 然後你就這個行政機關到時候怎麼認定這些人 違反了國安法 我覺得這個會讓民眾有恐懼 甚至於整個這個法案的不清楚 造成這個人民到底怎麼樣是違反的 我就覺得這個是比較遺憾的地方 請 請 請曾委員 講了之後 我們請 你要說什麼 他要讓資安處 說明還是 要讓資安處 先 好來 請曾委員 好 謝謝 第二條之二 他的條文是 國家安全維護應舉以中央民國領域內 網際空間 集體實體空間 那剛剛 都會先進委員提到 這是宣誓性 那我的疑問是 這樣的宣誓性 是會擴大 還限縮 因為你現在沒有宣誓 其實我們主權法律適用範圍 當然一定會 會牽涉到 一定會 這部分嘛 那你這樣的宣誓 中華民國領域內 網際網路喔 那駐外單位呢 我意思是說你在宣誓啊 本來還是要宣誓 你搞了半天不要限縮啊 不要限縮我們法律適用的範圍喔 這第一 我有沒有這個問題 恐怕 誰要不要解釋一下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到時候實務上能不能做得到 你這寫明喔 中華民國領域內 網際空間喔 那我們 駐入代表處 駐美代表處 那他算 他要不要用啊 這個有沒有 那 所以我意思是說 你不要宣誓的結果 限縮啊 限縮 所以 我有這個疑問啊 看看誰能夠 講清楚 另外 實務上 怎麼做 謝謝 好 來 柯委員 柯委員 說 坦白講齁 就是 好像 這一塊 那這一塊呢 不可能對這一塊 我們國安當然沒有人在處理喔 只是也在做 只把法院補清楚而已 好 那 資安處還有 國際安全局喔 能不能說明一下 院長 各位委員 大家好 那我是 行政院政安處 講後委 那針對 針對這個部分的話 那我先講 就是說 所謂網際空間 還有這個 所謂主權領域的部分 原則上我們採取的是 垂直領域的概念 所謂垂直領域就是 由土地 往上 往下延伸 所以 往上空軍 往下海軍 所以在 在這個 cyberspace 網際空間的概念裡面 我們是採垂直縮 所以 在這樣的概念裡面 我們才會是說 基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網際空間 及其實體空間 就是在於是採垂直縮 那在垂直縮裡面 接下來 剛才委員有問到的 就是說 那屬於 駐外管處 那 因為以現在來講 其實航空器駐外管處等等 在一個國家裡面 它 是屬於它的國籍的 所以其實駐外管處 其實當然就含在我們 中華民國領域內的 網際空間 也包括它的實體空間 那接下來就是說 這個條文本身是 宣誓性的 還是有實際的 一個上位的 一個法治 其實我們需要 這個條文 是在於說 從資安來講 它的防護有 包括事前的 一個資訊收集 在市中的一個防護 跟事後的一個自衛權 那其實 以現在來講 資安管理法 是在防護面 那我們需要的 其實是國安法這邊 當我們的網際空間 其實屬於我們整個 中華民國領域內的時候 其實就授予了 國防部資通電部隊 就資通電軍的自衛權 那這個部分 其實也來自於 塔林守舍1.0 2.0的概念 塔林守舍2.0裡面 也針對說 網際空間 當發生攻擊的時候 你要怎麼處理 涉及你國家 你怎麼去反應 那所以其實 這個條文的目的 其實也是在授予 自通電軍 當發生網際空間的問題的時候 它的一個自衛權的行使的 來源的依據 好那以上報告 謝謝 好來等一下 那個 國家安全局 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 好 這個 這個在刑法第三條 屬地原則 剛才 我們 治安處理講的 所以 曾偉你這個問題 應該不是問題 來請換郭昌委員 那個剛剛處長講的 我先講結論 你要達成的法律效果 跟目的 我 我絕對支持 我一點意見也沒有 但我現在擔心的事情 是說 你在其他法規 沒有去處理 那個自衛權 的概念的情況之下 你放這一條 在這裡面 就是 這樣真的夠嗎 你們真的覺得這樣就夠 沒有 這件事情我必須要講 我會信任 你們的判斷 我也會信任 國安會的判斷 但是 我剛剛提的 只有一個問題 是 這樣夠嗎 那 你們如果 覺得這樣子就夠了 那 沒有問題 就按照這樣子的條文 去過 但是 你現在 你把條文再念一次 你 你仔細再看一次 國家安全之維護 那 應及於 中華民國領域內 網際空間 及其 實體空間 那 沒有 在其他的法律 沒有其他的法律 授權的情況之下 那 誰 可以去做 什麼事情 那等於是 你取向一個 很抽象的 立法部屋地 感覺好像是 開放式的 什麼事情 通通都可以幹 那 呃 真的要去處理 這個部分的問題的時候 我 譬如這樣講 就是說 好 你現在懷疑 有人 在發動 攻擊我國 的網路空間 然後 這個 會影響到 我們國家安全 好 那 我不管你 成立什麼網路 什麼電軍 都 whatever都沒有關係 那 你要去正立這件事情 或是你要把那些壞蛋 全部抓起來 那你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要有強制處分權 那不管是國安會還是國安局 台灣已經不搞 特務治國了 那 他也不可能去採取任何的強制處分權 去幹什麼事情 那你只能懷疑 那 你如果要做什麼事情的話 你設必是他要有涉及到 要不然是第一個 在法律裡面有給你很明確的行政調查權 那第二個是 你要去牽涉到有關於刑事犯罪 然後請檢察官向法院去請票 你才能do something 那這個是我覺得就是說 在處理這件事情上面的時候 比較完整應該要處理的 那因為牽涉到刑事犯罪的部分 或許那個地方會比較複雜 所以我們一般 一般 比較好的處理方法 是在法律裡面 直接賦予法律執行機關行政調查權 讓他們可以去做什麼事 那當然做什麼事 也不是他真的一定 說他可以用強制力進入 跟 檢察官他們還是不一樣 我如果要幹嘛 你如果 不遵循的話 我接下來馬上就接著 有行政上面的處罰 可以採取各式各樣的措施 這個是我國 現行的法律規範體系 所以我剛剛才會提到說 你看 接下來像第四條 第五條啊 牽涉到航空器 牽涉到船 牽涉到一些要塞 等等等等 那我現在再跟你們確認一次啦 從你們的需要這樣就夠了 不用再多什麼東西 這個是算我多想啦 但是行政機關我需要就是你們清楚的告訴大家 好 好再說明一次 我們就來處理 來 謝謝黃委員 其實我理解黃委員的意見 就是說 基本上有一個授權在那邊 那相關的一個機關 他要怎麼處理 其實有一個授權在 那其實跟委員報告 其實以現在來講 其實我們包括剛才講的刑事檢查這一塊 其實有相關的法規在 在 譬如說 譬如說 在 譬如說如果發生這件事件涉及刑事的部分 其實他們透過報案 對不對 那刑法裡邊 那邊 我現在的問題就是 什麼刑法法條 因為罪刑法定主義 你要告訴我是什麼刑法法 我之所以會問你這個問題啦 我簡單跟你講 這個問題其實沒那麼簡單 剛剛我 稍微摸到皮毛的喔 只有程序法 管轄權的問題 我在南極發簡訊 說我國家領導人如何如何 然後極境毀謗之人士 散播謠言 甚至說他跟匪諜勾結 收受匪諜高額居之 這對我們國家安全會不會有影響 當然會有影響嘛 但是他發訊是在南極發 台灣人是坐在房間裡面就看得到 那我國會不會有管轄權 這是刑事管轄權的問題 民事誹謗也會有一樣的問題 那第二個 在所謂的Cyber Attack 的領域裡面 除了程序上面的Jurisdiction以外 還有實體法上的問題 所謂實體法上就是說 我什麼時候可以去發動 那個實體法去對它採取制裁的這件事情 那這個問題 在過去十幾年當中 國際比較法學界 就是說有非常複雜的討論 所以你一下告訴我說 不用寫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有其他刑法的條文可以發 我要確認的一件事情 是你們真的check過了嗎 你要用哪一條去發 因為刑法不是你想當然而說 我們有個刑法條文可以發 真的要搞的時候 翻變我國的普通刑罰點 跟特別刑罰點 結果發現 真的夠嗎 真的有嗎 好 請回應 謝謝委員 謝謝委員提醒 那其實這一塊的確是有很多相關的程序 要處理跟討論 我們跟國安會國安局這邊其實也都在討論 那目前這個條文對我們來講是夠的是在於說 有一個尚未的一個來源 那接下來我們在後面 將往際空間納入這些討論的時候 我們更容易有一個依據在 主要是在這裡 那所以如果說在這邊還去授權相關的主管機關 我是比較建議說 目前這一條還是依這樣子就可以了 謝謝 這個 這個國昌委員 這個 好 那我們 二字二就 照民進黨黨 再修正動議通過了 好 來 下一條